阿维塔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新势力里面一个比较有格调的品牌 不管是从外观的设置也好 还是一些这种小新势 包括一些细节上面 它的内饰的质感用料 包括它非常堆料的 这个自驾方面的激光雷达 三个激光雷达这些等等的方面 都让我觉得阿维塔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这么一个存在 但是之前很多朋友会来咨询我关于阿维塔的事情的时候 当他们得到价格的答案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望而却步的感觉 因为阿维塔此前的1112定价还是蛮高的 但是今天我身边这台阿维塔07 我觉得很多不管是你刚刚拿到驾照想买第一台车 还是说油转店想试一下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那么这台阿维塔07虽然说现在价格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但是官方已经把它的价格定位在了25万的这么一个区间 当然我们今天开到的这台车 它是一个高配的版本 肯定没有25万那么低 但是我觉得只要它超出30万不要太多 那么整体今天我体验到的这些东西还是能值得回这个票价的 那么我们还是按照国际观点先生外观来说 其实这台车呢可以看到它还是采用阿维塔家族式的这种外观 那么阿维塔的外观呢 其实刚刚看到它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感冒 但是它有点像宝马现在新的七系的那种感觉 就是乍一看不是很感冒 但是随着你在马路上几次看到它之后 慢慢的就会觉得这个车看起来好像还挺有它的自己那种挺炫酷的感觉 那么我们今天拿到这台车呢也是一样 可以从它身上看到一些细节 比如说在基盖上的这一块屏幕 这个是一脉相成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东西 就是它并不是那么的必要 但是呢它会让你觉得停车场众多的车型中 你的车是那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还有呢就是来到这边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窗的边框 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切 它采用的是一个无胶条的一个设计 其实它的胶条呢是隐藏在里面 它的外面看起来整体性就会非常的高 要配合它的这个无框的车窗你会感觉它整体的这种简约感是非常强烈的 很有质感 那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点就是在于它的窗啊 在打开的时候其实下降呢 会比我们往常看到的无边框的车型呢要多一些 它下降了甚至有一半之多 那这个我也问了他们的工程师啊 工程师说这个是他们老板觉得这样子的话 在我们打开门上车的时候呢 它不会阻挡我们的这个这个部分 我觉得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得出来 阿维塔还是一个非常有心非常用心的一个顶盘 那么说完外观呢我们还是坐到它的座舱里面啊 我觉得座舱呢同样也是可以体现出阿维塔这种高端格调的感觉了 非常的豪华走吧 好那么来到座舱里面呢还是非常熟悉的味道啊 一个双层的一种设计 前面呢是一个远单片用来监看一些参数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搭载了哈姆雷威斯 红龙的座舱的一个中控的系统 先说一下这套系统吧 就是首先它的屏幕啊显示效果各方面非常棒 很清晰然后操作起来也很流畅 可惜呢我并不是华为的用户 如果你是华为用户的话呢 你可以跟它进行更深层次的联动 比如说做一些投屏啊或者说一些互动的 种种操作可以给你的体验进一步的获得一个提升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异形的方向盘 虽然说它是一个异形方向盘啊 但是它跟像自己或者说极度上面的那些异形方向盘不同 它上下还是有个完整的边的 所以说并没有太大的适应成本 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地方啊 其实在一些深层次的方面啊 它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 我刚刚所说的这种豪华的感觉 比方说它的配色 它的配色其实还是比较的淡雅的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浅色的那是米色的和白色的一个搭配啊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风格 其实呢就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说它的这边的空调出风口啊 它是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叶片的设计 当你不用的时候呢它就会闭火上 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打开 同时如果你采用那种自由风的时候 它是会这样子反复的去变化的 可以带给你 有点像我们空调那种自动摆风的效果 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质感 就是前两人刚从我们CEO那里学到一种说法 就是当这个细节无孔不露的时候 它自然而然就会有这种好好感出来 从这个阿华塔零器上面呢 也是可以体验到这种感觉的 比方说用料 那所有可以触及的地方 除了这个长相柱的地方是塑料的以外呢 其他地方啊 基本上看不到塑料的影子 都是用皮质的包裹 要不就是这种金属质感的 它的空调这边呢也是一个烤漆的面板 充电面板它也是用的一种木纹的这种质感 然后中间的湿条也是金属质感 确实是无死角的用料堆上来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种非常高级的这种感觉 同时呢配置方面 这台车我觉得也是一个都没有乱想 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都有 包括前排两个座椅呢都是有零重力模式的 那么中午如果你想在车上面休息一下的话 非常好打开这个墨鱼的模式 再听一下这个英国之宝的音响啊 这个音响呢我刚才路上也听过了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中频特别是听人声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棒 那最后呢有个小点呢就是这个探头啊 探头呢一直以来就会让我感觉很不好 因为呢我的眼睛比较小 没有戴墨镜的时候开车呢 它老是觉得我眼睛闭上 就会提示我说我疲劳驾驶 其实我眼睛是真的啊 这个摄像头呢它没有一个物理的盖子 把它盖住 那我觉得一般来说消费阿维塔的用户啊 一般都是高净值人群 那高净值人群其实对自己的隐私呢 还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它能加上一些物理的 那么挡住的把它挡住啊 可能带给大家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正到它的后盘 去看一看它的这个后盘空间表现怎么样 来到阿维塔07的后盘 其实它的表现比我想象中好一些啊 现在称了它的尺寸虽然说要比理想26小 但是它的轴距需要比理想26的长 而且呢它的头部空间是我最出空意料的一个点 因为它从外观上看 其实后面的那个6倍的感觉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其实我现在坐在里面 我以我1米88的身高坐在里面 我觉得OK一点都不顶头 而且呢它的配置也挺丰富的 在这边有一个触控面板可以看到 它的座椅啊甚至是可以有一个角度的调节的 那当我把这个座椅小范围的角度 调节到最后的时候呢 头部的空间更加的多了 而且长途乘坐的时候呢 也可以给我提供更多的一些放松 然后这边呢 后排的座椅都是有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啊 然后呢也有这个测量链的调节 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语音的控制 小一小一 把空调温度调低点 把空调温度调低点 虽然说后面它没有空调面板就是独立的控制 但是你可以通过明音的控制去让它做一样的 真的是挺全能的一台车型 那其实我个人感觉呢 虽然说这个价格啊 它可能会跟理想L6有一些的重叠啊 包括在属性上面其实也一样 它的配置它的豪华度都是拉满的 但是它跟理想其实又是不同的一个风格 至于说风格高低呢 我觉得可能比较难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台车开起来 去感受一下 它的语价位的一些竞品呢 有哪些突出的点 走吧 那么如果说这个阿卫塔07和理想L6 在静态上面可能难分高下的话 我觉得动态方面呢 阿卫塔07的能力还是要比L6强很多的 那么L6呢它是前双插臂后多连感 加上一个CDC的这么一个组合 那阿卫塔07在这个基础上面啊 还多了一套空气悬挂 那么其实理想的CDC呢 在我看来 就是它的从运动到舒适 整体的变化的这种感觉呢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在我看来呢 它的几个挡位分别就是像舒适 很舒适开船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在阿卫塔07呢 其实我今天刚拿到这台车的时候 它的悬挂是处于最高的位置 并且是在舒适的状态下 只是给我的感觉跟理想是蛮像的 有点像在开船的感觉 它可以把路面上所有的震动 都包到它那种轻轻摇晃的那种感觉上面 整体就像在云上面开船一样感觉非常的舒适 我相信肯定是有人喜欢这种感觉的 但是呢 对于冰船的朋友来讲 可能不是那么友好 但是当我把它的悬挂调成运动 并且把高度降低的时候 首先我的一个主观上的感觉就是 它这个空气悬挂的行程还是很长的 因为当时我停着调的 当时我可以看到它的车头 这个摆动的次数比较多 同时在它底盘降低了之后呢 它的操控就是底盘突然就变整了 路感是可以比较清晰的传递 因为它用的是液压乘套 那液压乘套就是 既可以把路面上的震动 传递到你的挤感上面 同时呢 它又会将它们过滤成一种 比较有高级的质感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并不会觉得很颠或怎么样 而是很从容的去感受在路上的 每一个凸起每一个井盖的感受 也就是说呢 其实AVETA 07它在舒适性上 我觉得是不会比R6差的 但是呢 如果当你想要寻找一些驾驶乐趣 或者说比如说像我经常知道 或想改时间的时候 那AVETA 07它可以做得更好 那有的人可能说光悬挂堆掉这方面 很多品牌都会干 那这07呢 其实它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今天我们有一段山路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整体的这个动力的输出 对它底盘的这种牵引力 是比较独特的一种状态 我开的这台是纯电的版本 它的总共的马力是598马力 这个是一个非常均匀的数字 那它电机的前后功率的分配 后面是252千瓦 前面是118千瓦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有点偏向于后驱的 这么一套四驱的系统 同时它又有一个扭矩 矢量分配的系统 那今天我在山路开的时候 确实会感觉到 它在过一些小小的弯的时候 它的尾巴会有一点 并不是在突破了抓地极限后 而产生的那种滑动 它就是会有一种 像在把我往这个弯心里面甩的 这种感觉 比较微妙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也是让这台阿蕙塔07 它相比于市面上我开过其他一些同样操控比较好的车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 当然了这种感觉其实我到现在摸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它突然出现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不适应 会有一点有点慌乱 是不是因为我说的太快 但是它持续抓地力的 但其实并不是 它是在帮助我去更好的进弯 那同样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适应的 就是这个人为体的外后视镜 那首先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好东西 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风阻 然后可以让我们在雨雪天气 就是获得更好的视野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不是很适应 因为我下意识的看的位置一般都是在外面 但是每次我头甩出去只能看到一根黑色的大香蕉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那我觉得在将来如果说自驾可以覆盖到更广的用车情景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外流媒体厚视镜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在现在我是不太会去选择这个配置 不过就现在这一套流媒体厚视镜 我有一个表扬的点和一个提建议的点 就是表扬的点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图层的处理 就是今天我刚一上车的时候 其实看到它反光 因为我们内饰是浅色的嘛 反正它白色的反光 我觉得这有点糟糕了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像没磨没死 把磨射掉之后呢 一下子中间屏幕那块区域呢 就完全没有任何反光 然后看到浅色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 那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说一定要采用两个体厚视镜的话 其实可以像露特斯的那个EBR那样 把它的这个东西放在靠近我们传统 看后视镜的位置什么 这样子的话 当我一眼甩过去没有看到后视镜的时候 起码我不用在一个大范围的角度去掌握的后视镜 就此之外 其实这次它还给了一个超广角这么一个选项 我觉得也要相比 我不知道之前12上面有没有这个超广角的选项 但是起码这次呢 其实我在开了半天之后 我就觉得稍微适应一点 所以其实今天我一天开车都有点像刚 驾照刚学出来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变道的时候有点没信心 因为把握不好这个距离 不过呢 好在这个今天其实我大部分时间 还是在用它的这一套ADS3.0的自家辅助系统 在驾驶 因为宁国这边呢 其实路况也比较好 哪怕不是高速上面 都是比较平整的 比较通畅的一些公路 然后早上开了大概60公里的路程 但其中前面30公里都是我在用ADS3.0 一次都没有让我接管过 除了在过收费帐的时候 就这点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好 同时呢我也找不出它什么瑕疵 可能有一点点瑕疵 就比如说在一些路口的时候 它会在路口那种车道线变多或变少的地方 它可能走的路线会稍微 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小问题吧 但是其实也无伤大雅 因为我相信它整体的这个做出来的这种反应 会其实会比很多新手的司机会更加的老练一些 所以还是像我说的嘛 就是这套后视镜呢 其实我觉得当智能驾驶的这个使用场景 覆盖了更多的时候 它一定是有好处的 并且有利无害的 那么最后呢 带一下它的这个电池续航方面的信息啊 它纯电版本呢 它配备的是一个82度的电池 我们在四驱版本呢 它的续航里程是 610公里的续航 然后其实我看到他们这次 比较重点在介绍的反而是真诚的版本 真诚版本搭载的是一个40度的电池 然后据说体验是无限接近于纯电车的 所以说那我就姑且的认为 真诚的版本其实开起来的感觉 会跟这台差不多 那我也非常期待体验到那个真诚版本的车型 因为我们的理想是只有真诚的 但是它的真诚器不是它自己做的 是需要匹配的 但是安威塔呢 它的这个真诚器是自己来研发的 所以惯性思维里面会觉得这样子的组合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 我们期待下次有机会再来体验它的真诚版本 那么除了ADN3.0之外呢 今天我们还提那个代客模式的功能 简单来说它就是你把车开到你家楼下或者说商场的电梯口 然后呢你有手机操作 它就会自动的去停到你指定的那个车位上面 前提是这个停车场要有建模 那对于一些大型的商操来说呢 那华为接下来会去逐个的把它们都做成建模 然后如果是你自己家小区 那没办法 你只要开着它在你家的这个地库里面都一圈 给这个车把这个停车场的模建好 那它就会对每个车位都会有一个印象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车位被占了 它就会在临近找其他的车位 如果说运气变得不好 所有的车位都被占满了 那它就会在这个停车场里一直绕 所以总而言之你开这台车去商场里逛街的时候 吃个饭什么的实在没有车位 没关系交给它 它就会在里面一直转 它也不会阻挡到别人 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些避让 我觉得这个点是确实的我感觉到 就是智能驾驶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 除了马路上之外带给我们一些便利的地方 好那么华为赋能它的整体的驾驶和自驾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还是比较OK的 然后阿维塔自己的审美 细节上那些把控 我觉得也是没得话说 那么他们两个加在一起 这次的加上一个25万级的这么一个定价 这是我对阿维塔灵系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我觉得我是比较有把握 去把它推销给我的几个朋友们 那么其实在身上还有很多好玩的点 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一天的时间来不及展开说 那么也很期待之后 去可以借到它的真诚版本的车型 深入的去体验它的各方面的所有的好玩的地方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所帮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